好了 以上这四个模块呢 它是属于软件测试的一个核心 当然并不是全部 事实上我们要在软件测试这个领域里边 有更深入的一些研究的话呢 我们还需要有一些基础的技术储备 还有包括一些测试的专题领域 这边呢 也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一个总结 我们呢 首先来看看关于测试工程师 它的一些技术储备 这个怎么来理解 所谓技术储备呢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们如果说对技术储备里边的这些课题 能够本身就已经有一些经验 或者有一些积累 我们将在整个测试领域 能够把一些工作做得更加的细致 并且在学习和运用一些新的技术上 能够有一些先天的优势 那技术储备呢 事实上呢也是跟整个IT行业的一些技术储备是相关性的 我们知道整个IT行业呢 事实上它特别是软件这块 它呢有一些基础的课程 那这基础课程呢 我们把它归结为四大基础模块 第一个呢是属于程序设计 程序设计的重要事情呢 我想也没必要再给大家去阐述了 那么任何一个从事IT行业的人 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 都需要有程序设计相应的一些基础 和这种意思 当然并不见得说一定要求我们要成为一个很资深的程序员 那这就不是软件测试这份课程该研究的东西 但是这种程序设计的这种基本功 和对程序本身的一种理解 这是我们需要有的 所以程序设计 我们需要去掌握 特别掌握它的一些基础 第二个层面呢是数据库 数据库现在随着大数据这个概念的越来越的流行 那么对数据库呢 大家慢慢的理解呢 也会有更有深度了 那么我们作为整个测试啊 作为整个软件研发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环节 我们自然而来 每天都可能会跟我们系统里边的数据库打交道 那所以呢 我们对数据库的理解 那也是很有必要的 那么对于测试工程师来说 对数据库的理解 如果说基础层面的话 那就主要是SEQU一句 那么从更高层面来说呢 就是数据库的一个性能 因为呢 事实上我们这边前面有讲到性能测试 性能测试呢 它不单纯测软件产品本身 事实上呢 跟这个软件提供服务的这个服务器环境 应用服务器的环境 网络的环境 还有包括后端的数据库的环境 其实都是我们整个性能测试的一个工作重点 那么第三个层面 关于技术储备 就是咱们的操作系统 有的同学可能会问 老师这个操作系统还有什么需要特别了解的东西 我们每天都在用操作系统 OK 事实上呢 应该说会用电脑的人 会用手机的人 都可以理解成他会用操作系统 而我们作为一个在IT领域里边专业的从业者 我们的要求不单纯只是说你会用操作系统 或者说会安装一个操作系统 我们的要求是咱们能够理解操作系统的原理 能够利用操作系统的一些特性 帮助我们更好的来进行测试相关的工作 包括不单纯只是说Windows操作系统 也有咱们非常流行的Linux操作系统 Linux操作系统诞生于Unix 这是非常在世界范围内非常通用的一个操作系统 特别是在服务期段的环境 因为事实上被无数人证明 Linux或者Unix操作系统 它的稳定性要远远高于Windows 所以Linux或者Unix操作系统 更倾向于用来构建服务器的环境 事实上包括我们平常接触到的安卓的系统 它的内核也是基于Linux系统来开发的 而Linux的内核又是基于Unix来开发的 那么另外大家平常看到的iOS的系统 就我们用的iPhone的手机iPad平板所用的操作系统 还包括苹果的这个MacOS的这个PC版的操作系统 它的内核呢也是基于Unix 所以呢事实上Unix和内Unix的操作系统 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呢也是非常广泛的 那么我们呢要去理解它们的一些体系架构 它们的一些原理 包括呢它们的一些批处理 一些系统的配置 系统的一些性能层面的一些考虑 当然呢顺便还包括咱们的CPU 内存硬盘和网络 它们里边的一些基本的工作原理 因为这些知识的储备一方面呢能够让我们对我们平常所使用的这种工作环境啊 有更深入的理解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我们世上很多的技术 依据都来源于这些操作系统的一些原理层面的一些架构设计 那另外呢我们还可以使用批处理来进行很多自动化运行 自动化测试的操作的一些工作 能够帮助我们去提高效率 再者说啊 大家再想象一下最简单的这种场景 我们每天呢事实上做的都是软件产品的一些测试 构建软件测试环境等等 我们呢都会要接触最直接的就是操作系统 所以我们呢必须要把它玩的更赚一些 那么第四个我们的基础技术就是计算机网络 现在已经没有人能离开网络而宅在家里啊 完全的生活 我们太依赖于网络这个东西了 无论是有线网络还是无线网络 当然无线网络又包括我们的这个移动信号 我们蓝牙 咱们的进场通信 其实这些都是属于无线层面的一些这个网络技术 那么还有呢像WiFi也是 那么所以呢计算机网络的这门课程 包括这里面所牵涉的一些基础知识 我们呢应该也需要有一些储备 我们很多的系统都必须要架构在网络之上 所以呢网络本身也是我们测试工作的一部分 当然计算机网络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本身我们在外部测试这个模块里边呢也会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但是这种这介绍和学习它更多的还是倾向于咱们的外部系统 而计算机网络是一个大的领域了 所以呢咱们呢很有必要啊 对计算机网络的一些知识有一个储备 包括像很多咱们做通信的这些大企业啊 像华为啊中心啊等等啊 他们呢其实对测试工程师的要求 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必须要对计算机的网络协议有比较深入的一个理解 这个东西 它事实上呢我们可以理解它并不是测试工作最核心的部分 那还有专门的网络架构师 有网络设计师 还有专门的网络的管理员 他们呢肯定是啊专注于这个领域 但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测试工作啊 它基于的就是这样一套 网络硬件服务器和软件系统产品本身构建起来的一套很完善完整的一套环境 我们对于这套环境里边的所牵涉到的每一个技术 我们都需要去理解它 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把测试工作做得有深度 而不仅限于停留在很表面的一些纯粹功能层面的测试和业务层面的这种测试 好这是关于我们的技术储备 那接下来的话呢 咱们再来看一看 咱们除了说核心模块和或者说这些通用的一些技术储备以外 我们的测试呢 它的一些专体性的一些技术要求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种软件产品 它本身都依赖于某一个具体的行业而存在的 它不是说我开发一个软件产品谁都可以用 它一定是基于某一个行业 甚至于某些特定的用户 所以针对这种行业性的一个应用 和行业性的这些应用软件产品的一些测试工作 包括它所利用到的一些相关性更高的一些行业层面的一些技术的运用 那么也是我们需要去掌握的 简单可以给大家理一理咱们的一些偏行业应用的一些领域 比方说我们现在最近比较火的电子商务 这几年火的一套糊涂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它有它自己的业务流程 有它自己的技术架构 我们需要去理解它 不单纯只是说技术架构 还有包括本身整个电子商务的一个运作的流程 我们把每一个流程的每一期细节 我们都需要去理解它 我们才能真正把电子商务的这些系统的一些软件产品 把它的测试工作能够成才能真正开展起来 比方说我们以淘宝举例 它不单纯只是一个淘宝的网站 它包括后台的这个跟银行的支付的系统 包括跟这些物流配送的这些企业相应的一些接口 还包括我们的支付宝相应的接口 甚至淘宝旺旺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体系 我们需要对这里边的很多东西都要有一些整体的认识 才能真正说能把这个测试的工作能够开展的比较完整 除了电子商务 这种行业应用还有很多了 后边的我就不再讲 举例讲了 我就把一些标题给列出来 大家有这个意思 比方说我们现在金融 金融的信息化 金融系统的建设包括网上银行 对我们的测试人员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金融行业 还有我们的这个游戏行业 游戏它也是软件 但是游戏这个软件跟我们普通的应用软件 还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普通应用软件也可能就是 最终用户来说 就是点点鼠标 敲键键盘 用基本的功能 也差不多了 但游戏我们是要真正深入进去 要去玩一玩这些游戏 我们还要去真正在这个游戏里面 体验出来很多一些快乐 很多一些这个兴趣 同时游戏本身 它还牵涉到游戏引擎相应的一些核心技术 所以对游戏领域的测试 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要测 通过像玩家一样 我们要去测试游戏好不好玩 游戏呢 这个设计的场景合不合理 我们呢 还需要去测试它的引擎怎么样 它的引擎的性能怎么样等等 那么还有包括像什么呢 咱们的现在的软硬件结合 比方说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手环 或者说这种智能手表 还有呢 智能硬件等等 这些东西呢 它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软件系统 它事实上呢 是一个最直接的软硬件结合的一个产品 那么这样的一些智能产品 它们的测试呢 又会有一些更特殊的一些技术 那么这是我们需要去掌握的 那么行业还包括什么呢 咱们现在最近经常听到的云计算平台 这个呢 当然云计算平台本身呢 它又包括像基础硬件层面的云计算 包括应用层面的云计算等等虚拟化 所以呢 这里边又会牵涉到一些跟云相关的一些技术 那么咱们需要去掌握 好 这种行业的专题还有很多很多了 针对汽车行业的 针对物流行业的 针对咱们的通讯行业的 针对咱们的视频处理行业 等等等等 各种各样的行业 每个行业有每个行业自己的一些特点 每个行业呢 也会有自己的相应的一些行业 相关性很高的一些技术 非通用的这样的一些技术 我们呢都需要在这些不同的行业里边 有一些这个积累 才能真正说在这个行业相关的这些应用里边 在把咱们的软件测试做得更加的有声 大家听我这样一说呢 可能又开始有点迷糊了 这么多东西 这么多行业 我每个行业都需要去了解 事实上行业专题呢 它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需要马上去掌握的东西 因为这个跟行业的应用 和行业的这些最佳时间的技术 关系太紧密了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首先要有这种意思 就是呢 每一个行业还会有一些自己独有的一些东西 另外的话呢 我们以后真正在从事软件测试这份工作的时候 我们所从事的那个领域 一定会对着某一个特别的行业 当我们那个时候 我们呢在这个行业里边再去积累它一些专有的技术 也没有问题 那不是说现在就是这一段时间 我们马上就需要把它给掌握下来 我们马上要掌握的 事实上是我们测试的 回到这个四大核心模块 这是我们呢 尽可能的是在这几个月里边要把它掌握 另外的话呢 就是一些技术相关的一些储备知识 咱们呢也需要去学习 好 今天这门课关于整个课程体系的一个介绍 就先到这